上回说道 太子复位后康熙就让其监国 自己则开始第六次难寻 太子在被废的这段日子里 可谓痛定思痛 但是他思考的并不是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处军 而是如何吸取之前在政治斗争中处处受制于人的教训 竭力保住自己的太子名位 这一次太子复位之后 我觉得他会做出很多倒行逆施的事来 弄齐了他还可能会苟齐跳墙 八爷能想到 康熙更不用说了 这也是康熙的目的 常言道 想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 果不其然 他以监国的身份排除异解 一举废除所有举荐过八爷的大臣 换上自己的人来巩固自己在朝廷中枢的权力 但没有康熙的支持 他这样做不仅受到了马齐为首的官僚群体的反对 俗话说 有仇不报非君子 由此不作非印人 要知道 从上到下举荐八爷的官员占满朝的百分之八十 没有了他们这个朝廷就算废了 可太子不以为然 就连他的心腹四爷来劝说 我不会听你的 老四 你将二哥做一回主 不要来管这件事好不好 这熊孩子铁了心转因不吃 四爷这次算是彻底对他失望了 扭头就走 正好一面碰到了十三爷掺着王扇 怎么了四哥 你的脸色好难看 又碰钉子了吧 我碰钉子算什么呀 王扇 麻烦你转告太子 大明儿起 我告病 让他一个人闹去吧 把咱大清国闹亡了 他就不会再闹了 这把王扇可急坏了 好不容易给你搞复利了 你咋就不消停 太子心里更憋屈 我都复利太子了 怎么还不能报复老爸 好了好了 都搞病吧 都不要干事了 反正我是孤家寡人 大不了 再次被废 好了好 直接给王师傅气晕了 太子还想向十三爷吐槽一番 十三爹 你说我这个太子还怎么当 还怎么当 太子爷 您吃饭我 你 太子爷 您这头该刮过了吧 告诉 十三爷这句话 是在损太子草包一个 经过三人的软硬朝金时 太子这才暂时压下私欲 恢复一众人等官职 总算从作死的边缘退了一步 奈何他还有狗头军师 被罢了官的司马上 和黄体人再一次献上阴谋权属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在之前的刑部冤案事件中 八爷为了网罗太子的罪证 不惜牺牲了九阿哥的门人 刘巴女和任伯安 导致刘巴女被判终身监禁 任伯安也失去了江南巡岩道的肥缺 值得回到江夏镇等候时机 现在这两狗头军师 要给太子和任伯安搭桥 任伯安早年曾在力不共职 谁知道他利用植物之便 在当时收集了三百多多名官员 隐私痛教 编成了一套百官行术 只要有了他 尽客逐鹿于庙堂 退则客长保富贵 现在人不安有心 拿他当作投名状 到太子门下东山再起 但他有两个条件 一是需要太子释放刘巴女 因为刘巴女一日不释放 他侵犯同党的罪名 就一日不能洗刷 二是让他官复原职了 太子一和解 有了这本册子 那他这皇位 就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 但是要答应他的条件 并不容易 恢复官职可以慢慢疏通 可释放刘巴女就难了 因为他是康熙亲定的犯人 行不现在又在老十三手上 没想到两位军师 早已想好了阴损计谋 你们猜猜 刚才谁到了我的府上 除了太子 还能是谁啊 你真神仙 不过 你就是神仙的话 你也猜不着太子 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不可告人之事 对 上不可告天地 下不可告妻子 他要我害一个人 说事成之后 谨封我为郡王 我知道了 谁 郑春华 对吗 此时的郑春华 已经被康熙下令 秘密打掉孩子 并发配新者库 康熙之所以不将其赐死 也有制衡太子的意思 而经历过被废的太子 已经深深明白 除了自己的储君宝座 什么都可以牺牲 尤其郑春华 是康熙的女人 她活着一天 始终是对自己的威胁 而让老十三下手 不仅可以除掉这一心腹大患 还能牢牢抓住他的把柄 可谓一石二鸟 但是乌丝倒在 太子这点搬门弄斧的诡计 何足倒在 乌丝倒给的计策是 明修站到暗渡称仓 他给了十三爷一包龟血来吸散 这要吃下去之后 二十四小时之内 跟死人一样 过点自然醒 其实十三爷打心底里 瞧不起郑春华的 因为他觉得 他一定是贪恋太子的权势 才跟他有染的 可出乎他意料的是 当郑春华知道 太子复位的事之后 第一时间想的是 一死了却残生 本来老十三就不想让他死 现在看到他如此气概 作为狭王的他 更不能让他死 最后十三爷找到 郑春华所在的 新者库的管事 这人恰好是他的门人 他花了五千两银子 和五十趟地 再加一套四合院 为报仇搞定了管事 让演绎出郑春华 报死的戏码 这样一来 太子以为计谋得逞 这老十三妥妥的自己人了 便把百官行术的事情 全盘托出 并且给他开了一张 事成之后 封他为亲王的空头支票 十三爷假作 需要考虑一番 这件事 千万不能让老四知道啊 一转眼 十三爷就跑到了 四爷府上商议对策 四爷经过了血腥太子 和弘历入宫事件之后 四爷已经有了 争夺皇储的决心 如果这一次百官行术到太子手中 对他是大大不利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太子主动托十三爷下水 如果不反击 将来东窗是方 谁也托不了干系 于是他们准备来一个狱行孤纵 假意放走刘瓜女 然后派年耕瑶已经数值为优 出其不意杀到江夏镇 只要能拿到百官行术 这便能破了太子这一计谋 身在四川的年耕瑶 接到命令后 我们是四川的防兵 叫我到安徽去抓人 这与体质不合呀 十三爷怎么会下这一道手艺呢 什么体质不体质的 叫你来 是跟你商量一下怎么去干 是 年耕瑶能从包衣奴才爬到这一位置 不是没有理由 最后他决定让心腹中旗带领五百名亲兵 乔装打扮日夜兼程赶往江夏镇 而他在路过南京的时候 听说康熙正好南巡驻碧南京 于是年耕瑶还特意带上礼物 去看望隋嫁的张婷玉 当初康熙视察上书房 张婷玉奏报年耕瑶在四川剿匪的功劳 年耕瑶因此得到了康熙加三记录的包奖 他这次带上礼物 特地想来结交这一个康熙身边第一宠圈 但张婷玉何等精明 只是勉强收下他一盒天麻并回赠胡比一盒 还劝告年耕瑶做官为人要多一点恩心 少一点力气 拳间剿匪一事就大概能猜到 年耕瑶有力气有多重了 要做到拳间就要做到宁可错杀一间 不可放过一个 这也是那么多年只有他一人可以做到的原因 这样的性格也导致他后来的结局 能做第一红人的张湘国还是很有先见之名 但此时的年将军一心想要出人头地 怎么会把这等迂腐之言放在心上 他离开南京以后直破江夏镇 今天是除夕 祝各位 新年快乐啦啦啦啦啦啦 乐家幸福啦啦啦啦 同性 characters啦啦啦啦啦啦 散联啦啦啦啦啦啦 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